一个爱人 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这是我的男朋友 我朋友都管他叫做大白 刚开始的时候 我和所有女生都一样 都希望找一个 像大白一样性格的男朋友 到后面发现 这并不是那么一回事 他不仅温暖了我 还温暖了他的异性朋友 他异性朋友只要 伤心了 难过了 他也会第一时间去陪他们 这让我很生气 我觉得我并不是他的唯一 我们总是因为异性的问题 经常争吵 然后他还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 每次都是对我撒娇 卖魔 哄我开心 我实在受不了他这种性格 如今我们要 即将面临了异地恋了 我不知道以后 还要不要和他继续在一起 是一种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不对 还是爱的问题呢 让我们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夏22岁来自江西 实习摄影 女嘉宾小刘22岁来自江西 代业有请 欢迎老魏 怎么了 大白怎么招你了 我跟他谈了这么久 然后 多久 谈了三年多 但是咱俩 三年多 但是咱俩认识七年了都 怎么认识七年呢 因为我俩是高中同学 你是温暖所有的女生吗 她在小条里说 我也没有说温暖所有的女生 只是可能是我的异性朋友比较多 然后让她觉得 我有温暖很多的女生 这很多很多好不好 什么叫有点多 我觉得这还是在一个 可控的范围之内的 有多少啊 她自己都数不清了 她都 应该大概二十来个吧 哇哦 她怎么对他们的吧 说事吧 就有一次 我俩刚在一起不久嘛 约出来吃饭 然后我们吃完饭之后 她简单地玩手机 我当时也没太想太多 然后她就突然跟我讲 她说 我那边有个好兄弟 好朋友有点事 她要来找我 她要我就先自己回去 或下午找别人玩一下 过了一两天 我无意中看到她手机 然后有一个高中女生同学 就发短信给她 她说 她说幸好那天下午 有你陪着我 不然我那天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天其实就是 就我一朋友 然后她也认识我 都是我们的高中同学 她失恋了 然后想找我来 就是诉诉苦什么之类的 然后那个时候 我跟她在外面吃饭 她单独发短信给我 然后她那个脾气又挺倔的 然后我就想说 不想让她知道 那你那时候 为什么要骗我呢 我就怕你们女生这边就是 所以说这是你们两之间的小秘密是吗 你就不告诉我是吗 好 往下说吧 别纠结了 这不三年也过来了吗 那会儿不是刚开始认识吗 真在乎不就分手了吗 对 那个时候就骗我 但是我确实认识那女孩子 我们后来也因为这种事情 吵了好多次 因为她微信里面全是女生 我俩就是属于那种 一回家完全失联的那种 就有的时候打个电话问一下她 我说你在哪呢 她说她在外面唱歌 就问都不用问 一定是跟那些女生朋友在一起 也不一定啊 也有可能是跟男生朋友啊 那基本上都是女的好吗 然后你打个游戏 你也要带着女生朋友一起打 那不是你不约爱打游戏吗 我打游戏的时候 叫上你 你嫌那边烟味大 嫌那边声音吵 那你考虑一下我呀 我现在是你女朋友 你天天去找她们 然后她女生朋友 真的是实在太可 感觉现在我都不知道 是不是她女朋友 还有就是 她有一年生日嘛 那个时候她跟我讲 她说下午多会带好多朋友 过去唱歌 我带我一个闺蜜过去嘛 然后我一推开包厢门 全是女的 你得包厢坐几个人啊 至少有二十来个人 我一进来 你不管我 就让我坐那了 然后你也不把我介绍给女朋友 那你这是什么意思 那个时候因为忘了嘛 我朋友问 她怎么带了这么多女的 我心里好尴尬 那天一下午 我就跟我闺蜜坐那里 然后我就看她们 然后她就扎到那女生堆里面 跟这个人自拍 跟那个人自拍 我当时就特别生气 当时 就自拍嘛 现在谁不自拍是不是 那怎么自拍的 你那么手都 都两个人都靠在一起来都 不是 也没有说靠在一起 就是有些同学 就是那些朋友 她们就是 平时跟我玩得也比较近 然后就可能觉得 她们女生拍照 不就是想说 自己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姿势 拍出来比较好看 就是说靠得比较近的话 也是因为我脸大 然后不靠近一点 都录不了话 那你真的还管自己找借口是吗 那你那个时候把我冷落在 你觉得还是对的是吗 对不对事 这事都不论了姑娘 我最好奇的是 早分手不就得了吗 干嘛拖到今天啊 因为她就每一次 我生气的时候嘛 她就一直哄我 然后一直陪在我身边 然后主要是我俩 那是比较久 我也比较就 我就觉得好不容易谈一个 就好好谈 然后又比较熟悉对方 那不就得了吗 但是我觉得 如果你跟我谈了 你应该改一下 以前那个性格呀 对吧 现在还身边那么多女性朋友 那你要想想 如果是我身边有 这么多男性朋友 你觉得你安全吗 那你身边不是没有 那么多男性朋友吗 那时候我自己会 会刻意地避开来呀 那你呢 你怎么做的呢 那个时候像她 就买了辆电动车嘛 那个时候 我觉得电动车后面 一般都带着自己的女朋友 然后她那个时候呢 她就那个后面带着 形形色色的女性朋友 也没有说是形形色的女性朋友 因为学校就那么点大 然后碰着这些女生 她们想去哪儿 载她们一层 这也很正常的事情啊 那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我也载你啊 你这样子不注意影响 然后一个朋友跟我讲 你知道我多尴尬吗 她说 你男朋友后面老是载着一个女的 然后两个人还勾肩搭肥 有说有笑的 然后我还想着帮她圆 因为工作上的原因 然后跟那个女性朋友 经常接触 那段时间是确实是因为 就是工作上的原因 然后你还凶我主要是你还 我后来打电话问你个什么情况 你还凶我 你还说我无理取闹 这是无理取闹吗 反正我就觉得 你一点都没把我当女朋友 我怎么没有把你当女朋友了 如果你把我当女朋友 你就会刻意地去保持一下距离 那你从 我有保持距离啊 但是 可能是有的时候我没有 就是 你那么难受 你干嘛不离开她 你能正面回答我们 不要老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都已经是过去时了 今天你为什么来这儿 因为我们两个 以前在学校读书 至少说还都在一起 那现在我们两个都快 异地了都快 什么意思 就是毕业了嘛 我要回去 但是她要出去实习 至少两年 所以说我们两个人 至少要异地两年 因为要异地了 所以你觉得不知道行不行了 对 她现在身边 异心朋友这么多 那我 当然就特别没有安全感了 我问你一个问题吧 她对你照顾吗 细心吗 她说细心也细心 她说不细心 太不细心了 就是有一次 我俩就去广州玩 然后我身体不太舒服 但是那时候 我们又偶遇了一个慢展 她就说一定要去 我说我想回去休息 然后她还这样 她说那你就打个低回去吧 然后她说 我一定要去看那个 那件事是我做的不对 就是因为我是一个慢迷 你知道吗 主持人 在我们那个城市 就平时也没有什么大型的慢展 然后那天到了广州以后 然后结果就碰上了那个慢展 也是偶然的 然后她那一天表现的都是 就是特别烦躁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就以为她那天 就反正就是心情不好 爱咋咋地 然后那个慢展又突然碰到了 我就想说不去的话 我肯定会后悔的 我就想说我一定要去 然后她就死活不肯去 那你看不出我不高兴吗 我那个时候她那个慢展 对我冲击力太大了 我看了我就特兴奋 然后我就去了 然后当时我就让她先回去了 因为那个逼在外景嘛 我不可能说 当然就甩头就走 然后我就说 都打算已经跟她分手了 都已经 为什么不跟她分手 特好奇 是因为她每次如果生气 她就爱卖萌 她就爱对我撒娇你知道吗 你还特吃这套 对一开始我挺气的 你现在生气了吗 生气啊 来来 哄哄我看看 怎么卖的 我看看 就是说卖萌这件事 能让一个女孩子 就坚持跟她三年 来 你去 没有什么特别卖萌 就是 可能就会这样子一下 什么之类的 哎呀 我看女生都乐了 还会哪样啊 你来个十连拍好不好 十连拍 来 那大概就是这样啊 一 二 三 四 五 别了吧 好羞耻啊 羞耻吗 我觉得在她面前做 我就是挺做得来的 哦 你确实只在她面前做是吧 她合着在我面前做 她在一般人面前 她就会 不就 不自意觉得就流露出这种 这种表情 来 我问几个问题吧 想分手吗 我不想啊 喜欢这姑娘吗 喜欢啊 爱她吗 哎呀 要异地两年 为什么呀 因为我要出去 实际了 她要回老家考公务员 哦 那干嘛不一起去啊 她爸妈就是想说让她回家里 哦 那你就跟她回家呗 你那么喜欢她 她又不放心你 但是我现在就是有工作机会了 是在外面的 那就回去被为了她 但是为了她回去的话 我这边没有实际的基础 可以保证我们的以后啊 不用保证以后 她回去你放心了吧 那回去她 她还是有这么多异性朋友 然后我就很迷茫嘛 她现在就是不会拒绝 然后还有个问题就是她 就是太爱撒娇了我就觉得 就在外面面前 她外人面前就感觉特别不成熟 太幼稚了 哦 你不也喜欢了三年吗 那是因为那现在我们两个 就我是一个女生 我觉得我想的就比较多嘛 然后毕业了 那肯定是以后要带她 见一下我爸妈的对吧 但她这种形象我爸妈 我觉得挺玄的 特别不成熟 听明白了 今天你们是来改程序的 给大白改一个程序 这个程序叫成熟 太难了 来 一起进入QB特本圈 周老师 哎呦 我很喜欢大白 但是她不是大白 如果把大白这个名字 扣到你头上的话 我觉得这是对大白这个 大白的侮辱 成年人应该懂得如何去区分 跟异性的关系 懂得如何照顾自己 所选择的爱人 可她还是不懂 你想要一个很关心你的人 是吧 你也认为她很会关心其他女生 但是我认为她不懂关心人 你刚才跟她俩有一句对话 你说 如果我身边有那么多男性朋友 你会有什么感觉 她的回答是什么 她的回答是 你身边没有那么多男性朋友啊 如果一个真的懂得 关心别人感受的人 她会把她的关注点 定在你的感觉上面 但她没有 她丝毫不在乎你的感觉 所以两点 第一 一个幼稚的男人 第二 一个真正不懂得 别人感受的男人 你还想要吗 想清楚姑娘 为什么异性朋友 会把你当成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交流的伙伴 正是因为你其实是非常享受 你成为这些异性朋友的朋友 就如同你过生日的 那个场合一样 你其实潜意识里 只把她当成一个异性朋友之一 更愿意跟别的异性朋友 去拍照合影 因为那就是真实的你 而女孩她吸引你的 就是她对那些女孩们的好 你觉得如果我成为她的女朋友的时候 一定她会对你 比那些女孩要好得多 但是事实是相反 也是残酷的 赵川反复问你 为什么忍了这么久 这会儿才提出来 其实因为你面临着一个抉择 面临着人生的一个长大 也就是说你要工作 你们俩要异地了 她这种始终长不大的样子 已经不是你想要的那样 其实你潜意识里 喜欢那种可能是阳刚 可能是成熟那种感觉的男人 在学校当中 可能她在某些方面 是承担了父亲对你的爱 当你要面临社会的时候 当你们俩要分开的时候 你会极大的 对自己当初的选择有了怀疑 所以她可能根本不是你想要的那个人 她既然没有长大 你已经迅速成熟了的话 可能异地正是一个分手的 一个好时机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曲哥 对于成人而言 偶尔卖萌 是一种可爱 但如果 时常的卖萌 就变成了卖弄 她就处于 卖萌和卖弄之间 虽然我承认这个男生是挺幼稚 他不是什么都不懂 他刚才已经承认了 他不允许你有更多的男性朋友 跟他一样 说明他这一点关键问题 他是懂的 那么他既然知道 男女之间不应该走得太近 而且在自己有女朋友的情况下 不能和其他女性走得太过于接近 为什么他还这么做 做了以后 当你指出这些问题 为什么他还在你面前耍赖卖萌 我认为这个时候 卖萌撒娇和耍赖 已经成为他的一种方式 而当一个人已经把一种卖萌 撒娇 当成一种 模糊问题重要性的一种方式的时候 尤其是在一个男人身上的时候 就变得有点可怕 企图用一种这样的方式 模糊开去 让你不要再重提这个问题 这就是一种耍无赖的方式 如果这不是耍无赖 那凭什么他指出了你的错误 你还用一种 所谓小孩撒娇的方式 企图让他放过你呢 你知不知道 你有了女朋友的情况下 跟别的女生要保持距离 这个道理你懂不懂 懂 否则的话你不可能禁止他那样 那为什么你懂了你不改 反而要在他面前 企图用撒娇的方式 让他 模糊你这种错误呢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觉得 就是我那一身朋友 跟我是没有什么 你既然觉得没什么 为什么他不可以 为什么你就可以呢 所以说你自私啊 而你这种人 最让人恨的一点是什么 就你时常会有一种感受 明明知道他错了 你恨不起来 就是你们所说 可爱吗 在我看来 其实没什么可爱 如果第一眼 第一次第二次这么做 我觉得这个男生真的像大白一样可爱 但如果长久的你指出了他的问题 他却始终不改 那在我面前就是个无赖 如果持续这种状况保持下去的话 他与别的女生之间的界限 就会越来越模糊 如果那个时候 你还把这种行为解释成是孩子的行为 和所谓的可爱的话 那你就大错特错 没准什么时候你就已经下岗了 别的女生已经成为他的女朋友 爱就是爱 不爱就是不爱 有了女朋友跟别的女生 就是要保持距离 这就是铁的事实 不会因为什么可爱不可爱 而蒙棍过关 就这样 我觉得我跟他在一起三年多 我觉得我应该不是因为他长得可爱 单纯是因为长得可爱才那么喜欢他 我觉得跟他在一起还是很有感情的 因为 因为当时我为什么跟他在一起 也有一点原因是因为当时 我 不用解释是你恋爱不是我们恋爱 好不好你自己知道 对 我觉得他有的是还挺好的 其实我想说就是 我并不是对所有人都那个样子 只是我有一些异性朋友 就是可能是我自己以前不太知道拒绝 但是我想说我对你我真的是 我们在一起了这么久了 我是真的很喜欢你 我们承认年轻和幼稚没什么 我们要承认事实 而且如果我们是独立的成年人 有些问题我们自己可以独立解决 不就是要毕业了吗 其实这是一次人生的选择 不要拿人生的选择 给爱情去找一些借口 其实是女生要开始选择新的人生了 所以一切问题全部都凸显了 因为在过去的三年这些问题 并不是最大的问题 因为你们要开始新的人生了 因为你们的爱没有那么坚定 但是你们想在一起 我觉得也挺好啊 做出点牺牲吧 总得有人做出牺牲 不放心她 跟她走 不被她放心 回去陪着她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来这里之前 我真的没有意识到 我有这么多的不对 有这么多的错 但是听到老师这样讲了 我才发现 我真的有些时候 有些事情 我真的是做得太幼稚了 我还想要我们这段感情继续走下去 因为我们已经认识了七年了 我已经把你当成我的家人了 我可以为了你 去保持跟那些异性的关系 我也可以以后 都不减少跟这些异性的来往 也可以慢慢变得成熟 变得稳重 我现在是 我真的是 想要继续下去 我觉得虽然说 你老师说的都挺对的 但是 其实我觉得我还喜欢你 这段爱爱的挺有意思啊 来 请关门 大白们 准备好你们的双倍 准备拥抱这样的爱情吧 来 请开门 问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男生还去外地实习吗 不去了 真的假的 真的 真的吗 嗯 刚才回家是吧 嗯 行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谢谢 谢谢 来 真的去啊 去 如果今天的节目能让你们成熟 我们将非常的高兴 来 各位 我们来见证属于这一对电人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我来这边真的是这次收获了太多 我知道我可能以前做了很多 就是没有照顾到你的事情 但是我希望从今以后 我们都可以好好地过下去 我会为了你 来到你的城市 回我们的家 我希望的最后一次 抱一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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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希望两位通过今天的节目都有所成长 好吗 要保持一背诗啊 好好地保养 好好地维护自己的情感 好吗 祝你们幸福 请回 听听听听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